恒大 战略性 政策误判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 在各大中文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有关于恒大爆雷的事件 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恒大在过去短短两年时间 为什么能够从一个万亿级别的企业到现在岌岌可危的程度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恒大所代表的 并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企业 更多的是代表了中国房地产企业 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个时代性的变化 其实我们说到的有关地产企业出现爆雷的事件 可能仅仅是出现在最近的三四年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从2000年开始 实际上大部分的中国消费者 都经历了一大波的地产连续性上涨高潮 也就是所有人都认为 对于地产任何阶段性的调控 最终都压不住房地产的上涨 每一次每一次说要压房价压房价压房价 最后等来的结果都是房价上涨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说连续二十年的房价上涨 最后依然会压垮像恒大这样的大企业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恒大 我们知道恒大的董事长现在是徐家印 实际上他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强大的背景 他也不是任何的二代 他出生在非常普通的家庭 有关他的成长和发财史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这里关键要说的是 在2016年实际上 在当时他对于中央的政策 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误判 在说这个之前我们要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 实际上对于房地产的调控这个词 最早提出来是在2010年 为什么会有在2010年提出房地产调控这个词 那是因为在2008年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而不得不采用的是4万亿的旧市政策 那么这4万亿的钱撒下去之后 也导致了房地产的一波繁荣 同时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产能过大以及物价快速上涨 所以说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首次提出要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但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时间里面 这个口号其实喊了不下500遍 但是每一次喊 最终不论是北上广 还是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 通常来说在12个月之内依然会继续上涨 所以不论是从普通的消费者投资者 炒房家甚至于是房地产企业自己 经过这一次一次一次狼来了之后 很多人都会觉得即便是最近这一次说 房地产要调控 那也会像10年前的无数口号词一样 在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之内 房地产价格会再次上涨 但是这一次毫无疑问的是 以恒大为代表的那些把杠杆拉得太满的企业 严重的低估了国家的决心 准确的说在2016年首次提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句话在当时是广为流传 但是房地产的价格在2016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或者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 并没有像今年上半年这样突如其来的这么猛烈 很大一个原因 其实大家都要知道 从2016年开始 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L型的底部 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 每年的GDP的增长率 都是从前一年逐年递减 从8到7 7再往6再靠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 如果把房地产一下子压得太猛 很容易就会造成经济有更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什么时候 2020年 在去年的时候是爆发了全世界的意外的疫情 这次的疫情由于中国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时间用的非常短 也使得在2020年全球经济中 中国的增长率是最快的最高的 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澳洲中国也是一样 为了拯救经济印了很多的钱 这些热钱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 他们认为又将会是一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也是他们大举杀入买地的好时机 但是一次次的运气终将会用完 在这一次他们的运气用完了 国家在2021年初定下的 对于2021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并没有像之前国内外专家预计一样 达到9%或者10% 反而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目标 6% 什么意思呢 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恢复的这么快 完全可以达到9到10 但它只写了目标是6 就流出了整整3%到4%的余地 这个余地就是用来调整 国内现在的经济结构 主要就是房地产之前价格太高 导致的全国的 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负债率太高 房价太高 绑了三代人的存款 以及之后的开支 没有钱再去消费 没有钱拉动内需 所以不论代价再大 2021年中国也是决心 即使是损失掉3%到4%的GDP 也要修改掉房地产之前的严重问题 这一点也正是房地产企业 没有预料到的 毕竟你如果是放在欧美国家 谁敢牺牲掉3%到4%的GDP 来修改一个行业 来更正一个行业 所以说包括恒大也好 包括其他踩了两条红线 三条红线的那些房地产巨头们也好 他们应该说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 次次都是经历了要改 但最后都压不住改不了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也认为了这次要压要改 也只是喊喊口号 可是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政策来得如此之猛 不但是从给予了指导价 也就是卖房的时候的价格拉不上去 同时银行的贷款也抽掉 所以抽了血 再加上卖出去的房子 卖不到原先的价 就直接使得房地产巨头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来 总比以后来要好 因为它迟早要来 还不如在疫情之后 把握了这一段好时间里面 牺牲掉一部分的GDP 或者在短时间里面的阵痛 来改掉房地产 严重拖累民众消费的这个严重问题 好了 今天我们聊的呢 就是从非常浅显的地方 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恒大发展到万亿的级别了 会在短短两年时间 出现爆雷的问题 如果您有其他任何疑问和问题 或者想跟我们交流 不妨联系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